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MyColor的第六集 我是小耀 大家有看到現在的畫面或節目的題目 都知道今集是教大家做小褲結的 首先在開始製作之前 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段影片的出現 其實在今個月的7月3日 就是MIRROR成員 優傲然的21歲生日 YA 拍手 因為生日在小虎隊內 都會有一個生日慶新應援 我自己自見了做21個蝴蝶夾 抽選送給小虎隊的朋友 在頻道中有些小虎隊隊員說 如果抽不中的話 可不可以拍段教學影片 讓他們自己在家也可以DIY 我答應了 所以現在其實是一個找數的環節 事不宜遲 我們就開始製作 先把東西搬走 現在是今天的成品 它是一個髮夾 大家可以看到 兩邊都有一個類似龍蝦扣的物體 這個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當你扎起頭髮 扣上蝴蝶結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兩個龍蝦扣 去勾住口罩的帶子 到今時今日在香港的疫情 都依然沒有退縮的跡象 還來著第三波 口罩做完全勝成為大家 每日必須的東西 戴得很久的話 耳朵真的很痛 這個可以有一個 稍微少少舒緩的作用 而大家又可以繼續 可愛漂亮優雅地防疫 就是這樣 我們真的要搬走些東西 開始製作 其實材料做得很簡單 首先有一個 3.8cm闊 20cm長的絲帶 兩條2.8cm闊 16cm長的絲帶 一條約15cm長 有彈力的絲帶 當然既然是小腹結 最重要的是一條 Tiger絲帶 長度一共有9個Tiger的英文字母 其實長一點短一點也沒有所謂的 但我自己覺得用9個橋出來的結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要用9個Tiger字母 長度 其實很多朋友都說 很厲害 很漂亮的蝴蝶結 但是我想說 其實製作真的很簡單 至於絲帶的顏色 大家都可以自由去選擇 不過我覺得這組的配色 真的很配搭Tiger 也是很Tiger的代表色 尤其是格子 自暖地賺賺自己的美感 那要怎樣做呢 其實真的超級簡單 你首先把絲帶 大家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 絲帶旁邊都會有些毛毛 剪圈 那為什麼可以令到它們不會飛邊呢 即是有些飛毛毛出現呢 其實很簡單 你拿一個打火機出來 然後呢 燒邊 你稍微燒一燒它 它就不會 它在這裏就會起搭一層膠 因為其實 絲帶大部分 不過這個做法 只是用一些 Polyester 或者尼龍質的 質料做的 絲帶 不過大部分的絲帶 都會起搭一層類似膠的物體 那它們就不會再 飛了一些毛毛出來 好了 這樣燒完 然後呢 就很簡單 對摺 壓緊它 讓它有條壓痕 容易看一點 好了 然後呢 看到這條壓痕了 之後呢 就在壓痕中間呢 就貼一條雙棉膠指 那我自己呢 就比較喜歡用一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日本出了一種 是用逢印用的雙棉膠指 那它跟普通的雙棉膠指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的黏度比較大 而且它是聲稱水洗都沒有問題的 即貼緊了之後 你扔件衣服下去洗水 它都不會掉 我沒有試過水洗 我不知道 不過其實因為它黏力比較強的話 我是覺得 做這些布藝手作 是比較好的 當然啦 也都因為它黏力很強 你貼錯了的話 就很難撕下來 如果你沒有這隻雙棉膠指 其實都不要緊的 普通市面買到的雙棉膠指 都可以 所以不一定要用這種 縫印用的雙棉膠指 那大家如果想知道這種雙棉膠指 在哪裏有得買呢 其他地方 其實我不知道香港有多少地方有入 我知道有一間店舖叫做《幻想工房》 是會有入這隻膠指的 我都會在info裡面 將店舖的網子寫出來 大家如果想買這類型 想買的話 都可以去這間店舖看看 另外 這兩條的做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對摺 然後在中間貼一條雙棉膠指 剛才掛著說 忘記了說 對摺完之後 要做些什麼 對了 做法都是一樣的 對摺完之後 貼一條雙棉膠指 不過看到影片 都知道我在做什麼 其實我都不用一邊說明 好 好像整件事很不負責任 都是貼一條雙棉膠指 先把雙棉膠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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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過 因為雙棉膠指的黏力很高 你不要想像普通的雙棉膠指用手絲 所以一定是要用膠刀剪的 之後撕掉下去 你把兩邊 都是向中間 然後把雙棉膠指上去 貼四個 貼四個 這樣便可以了 這裡也是一樣的 其實這三條的做法 都是一模一樣的 也是 在雙棉膠指上去 在雙棉膠指上去 貼緊它 這樣便完成了 好 先把雙棉膠指上去 先把雙棉膠指上去 好了 你貼緊後 下一步要做些什麼呢 這樣便是 可以用針線的 亦都是有一種 不好意思 這一隻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總之它是一種 線 但是它是比較堅韌的線 對 比較堅韌的線 很難斜得斷 就是用來 喬狐蝶結的 那你沒有這種線 可以怎樣做呢 你用普通的針線 去縫製它也可以 但是因為要用針線 我是覺得很麻煩 所以我很喜歡用 這種 喬喬線 去喬死它們 那你在深水埗 其實是可以運得到的 對了 好 接下來要怎樣做呢 就是 例如說小的這個 那你現在貼死在中間 貼死它們 貼死它們 在中間的一個位置 慢慢摺起它 摺幾摺 其實稍微摺幾摺 那 造成一個 你看 壓完出來 它也是一個 蝴蝶結的形狀 好 接著呢 你做 拿剛才我所說的 繩子 就繞死它們 繞幾個圈可以了 因為它很堅硬 所以其實不斷 很漂亮 你繞緊它之後 有看到一個 基本的蝴蝶結的樣子 就已經出來了 那 另外 這兩個 的處理方法 是一樣的 好 也是這樣繞緊它 然後剪掉 不要的東西 多餘的蝴蝶 這個也是蝴蝶 好了 基本的 形狀 其實大家都看到 成形的 好了 那這兩個小的 要怎樣呢 好了 拿回成品出來 大家看到 它是一個 這樣的 上下蝴蝶結 好了 那你要做 是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把兩個 拼在一起 你看到 其實已經是這樣 上下這個樣子 對不對 好了 好 然後呢 就把他們 都是 拼在一起 好 好 好 看到 基本的 形狀 已經 成形了出來 好 接著呢 我們做 我的 Tiger 的絲帶 Tiger的絲帶 有什麼名字 呢 這個是九個 Tiger字樣的 你就是拿中間那個 每邊留四個 拿著中間的一個 這個 然後 向上 對 對 這樣 向上 反過來 尾巴 就看到 有兩個 Tiger的字 在這裡 那這邊 一樣 向上 轉過來 好 那你就會看到 左右兩邊 就割兩個 Tiger的字樣 而上面 這裡也看到 一個比較完整的 Tiger字樣 這個也是 為什麼我會選 九個月的原因 因為這樣 就會比較完整 地看到 那些字出來 那麼 對 長短 再長一點 再短一點 都沒有所謂的 這個按大家的喜好 好了 又是 其實做法一樣的字 不過 巧法不同了 這個 這樣 巧法 又是 按死中間 再拿一條繩子出來 巧法 好了 今天已經紮實了 已經是 那又是 剪了一條尾尾 和多餘的東西 就好了 好 一二三 三個 完成了之後 好了 聰明的朋友 都應該顧到 走一步要做些什麼 沒錯 都是把他們 繞在一起 是不是很簡單呢 所以其實我說 做蝴蝶結 其實是 一點都不難的一件事 知道了 基本技術之後 你可以無限地創造 用不同的絲帶 甚至不同的布料 去創造自己 喜歡的蝴蝶結 所以 對 我一點都不厲害 而這件事 其實一點都不難 真的是手掌冷件功夫 來的 好 那又是 把它繞緊 好 繞緊 好 繞緊之後 這樣做一點點 整理 自己想 理想的 形狀 和層次 出來 好了 基本 就已經做好了 好了 那 跟著呢 就是這條 彈彈的帶子 要做些什麼 那就是很簡單的 你需要是 龍蝦扣 涼 馬尾夾 也是兩顆 馬尾夾 圈圈 也是兩顆 好了 那你要做 是怎樣做呢 就是 把圈圈 和馬尾扣 另外 我們把圈子貶在一起 然後扣上了 帶的圈子 在上面 這塊圈圈 打開她的嘴後 然後勾起麻米夾 然後勾起麻米夾 然後把她們關好 然後把她們關好 另外一套也是一樣 然後一邊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一邊覺得其實網上各種各大Youtuber 她們拍那些製作教學 其實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拍得這麼漂亮 這麼好看呢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其實都很困難 然後為什麼大家要選擇 選擇拍Youtube呢 為什麼不選IGLIVE呢 在投票的時候 就是如果IGLIVE 那我賣隨隨片片開一個LIVE 然後不用支援LIVE 還不用有客歷史 拍Youtube 就會放在上面的一個客歷史 好 好了 這樣貼好之後 其實喉嚨也挺大的 你做這樣 立刻夾下去 其實是很難控制的 所以 你做 首先 收細一點 收細一點 當然 不要夾死它 夾死它 夾不到一塊布 即是一條絲帶 你把開口 對 給剛才 收細了很多 然後 就把 它 把這條彈彈的帶 放在這個 媽媽扣裡面 好 然後用鉗 大力壓死它 壓死它 對 因為其實這些媽媽鉗 看到它有一些爪爪在這裡 壓死它之後 它就會抓住 還有一條絲帶 這樣就不會掉了 這件事已經是 你看到我這麼大的斜 都不會掉了 已經是 另外一邊 都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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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 完成了 鉗死了 下一步要做就是把蝴蝶在中間位置 做筒貼死在蝴蝶的後面 你可以選擇有幾種的 你可以用針紙去釘死它 或者用膠紙去釘死它 而我個人是喜歡用熱溶膠 因為我覺得熱溶膠是很快手的 當然用熱溶膠的時候大家留意不要辣傷自己的手 貼一點熱溶膠在後面 然後把它放在後面 已經貼緊了 剛才忘了說 除了那幾款絲帶之外 還有一個大概是0.6cm闊的一條絲帶 就是用來蓋在中間裏面做一個遮瑣的作用 長度 我通常用這個位置做隨意剪 因為通常我都會遇多 然後剪走尾巴 好 這樣也是一樣 少少少少少邊 讓它不好披口 好 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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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又是在中間的位置 加少少少熱溶膠 然後再貼著 然後再貼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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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不喜歡用這種髮夾 用其他的夾 即其他類型 形狀的夾 或者扣 其實都沒有所謂的 如果你想做髮圈的話 其實你貼橡筋上去就是了 好了 好 接著就是 在髮夾上 又是 接滿熱溶膠 你看到這裡已經貼死了 好 接著就把這個髮夾到前面 紮實它 再髮到後面 那髮到後面 如何修尾呢 當然不是這樣貼著 不如你開不到髮夾 就是你要打開髮夾 在下面貼的 好了 這樣呢 所以你再按住髮夾 在中間位 都貼少少熱溶膠 然後拉到後面 好 好 好像剛才拉到出鏡了 不好意思 我沒有在意 但也看到大概我要做什麼 應該也沒什麼所謂吧 哈哈 對了 好了 這樣就大家看到了 然後 當然這條尾尾尾 要收回它 收回帥仔 多餘的不要 多餘的不要它 因為用熱溶膠 很危險 或者很難 你可以選擇用 我又出鏡了 你可以選擇用針紙去做 都是隨你喜好的 不過我也是 繼續地 因為用熱溶膠 是最快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也是選擇用熱溶膠 方便了嘛 好 好 好 小腐結 就這樣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20分鐘左右 對 約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完成了 一個小腐結 大家如果自己家裡有絲帶的話 其實 任何款式的絲帶 大家都可以自己 嘗試製作自己 拼齊不同款式的絲帶 去做 胡蝶結 在趁這個時間 同時你也介紹一下 我其他作品 因為其實我最近 真的很喜歡去做這件事 也開了一個IG 是專門放我自己做的手作 就叫 Amron at Nature 我都會在資訊欄寫出來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看 這個是前陣子做的 一個和風的蝴蝶結髮夾 雖然今年應該沒什麼機會 穿浴卡達的了 但是希望 之後有機會可以穿 這些花花都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其實這些花花大家都常見到的 不是一個困難的人 通街也有人做 對 對啊 我很喜歡 也有 莫風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大家已經看到 都是用剛才的技術 cách經常收拼 所以純粹是體驗你自己 我認為你喜歡如何拼佈 純粹是拼佈的美感 另外複雜一點的 例如這個款式 這個款式多一點不同 因為我會把不同的絲帶 拼在一起 多一點針紙 這些都是自己組裝出來的 一些材剪和剪貼 但是最基本的技巧 跟剛才教大家做的蝴蝶結是一樣的 只是多了一點 你把不同的布料 覺得如何拼在一起 會比較漂亮 會做出來自己想要的效果 我挺喜歡這個位置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上IG去看我不同的作品 還有 Aloha 我是有訂單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向我訂購的 對 再說多一點廢話 是節目的尾聲 MICALA 這個聲音頻道 其實都是在動漫廢物 這個網絡平台上去刊登的 動漫廢物 現在開了PATREON 大家可以做支持一下動費 畢竟他們做了十幾年 現在開PATREON 才可以讓他們的工作室教導租 我記得今天PATREON 已經去到116人 大家希望接下來的數字可以去到820人 或者130人 動費的主持會做WINGFIT挑戰 主要是我很想看 或者大家實現我的願望 就去訂閱動費 我可以逼他們去拍段WINGFIT挑戰 好 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了 有機會 我最近都好像比較勤力 竟然有第六集的MICALA 看看大家 或者可以留言 想知道什麼 或者我想說什麼 或者看看我什麼時候有心情 或者需要找數的時候 就會再有新一集的MICALA 今集到這裡了 拜拜